五稿基也只能請發也能回答 表示他很不屑 看看他對桃園的關愛 看看他對新竹的關愛 他不敢來新北 你看著這麼多小朋友 現在這樣還有說很高度的後遺症 我發現到他完全沒有同理心 中央極權又極前 這個防疫我覺得 這個每天坐在那邊 就念術士臉蕭微 我覺得真的 新北市市民真的眼睛要擦亮 所以你問我說他給什麼樣的資源 他只要不要再扯後腿就奧彌陀佛 防疫是不分藍綠的 新北市市民這麼多人懶役 你們還要在那邊擦脂抹粉 還要在那邊歌功頌德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應該 新北市長侯友一昨日發文表示 蔡總統可能太忙了 兩年多來只打過一通電話給他 直到上週是才致電給一位基層醫師 而蔡英文5月22日終於前往新北 但不是去看疫情 而是前往民進黨的黨制選舉 面對記者提問 會考慮到新北市視察疫情嗎 蔡英文也沒有正面回應 僅說了一句發言人回答 而這句話也再度讓民眾 對蔡英文的防疫指揮感到喊心 這個總統應該對於他所有的子民 所有的國人要一視同仁 不敢奢求他對新北市特別好 最起碼他不要虧待新北市 現在新北市有44萬人已經確診 包括我自己 我剛剛今天去做的PCR 其實那個排隊做PCR那種痛苦 他真的他可能他這種嬌嬌女 他真的可能不知道民間之疾苦 在政治上面來講 你看到他永遠到新竹 他永遠到桃園 他永遠在他的同溫層 在他那個去做視察 那總統去看視察是要稱讚桃園做得好 還是認為他們做得不好 要去視察 我覺得都是政治操作 尤其最可惡的是 民進黨的這個黨內的這個黨務的選舉 他也回到了新北市投票 他完全就是今天記者問他 他愛理不理 完全不回應的 發言人回答 發言人更誇張 他說有啊 有打給侯友宜 去年6月打了 去年6月是疫情緩下來的時間 我們從三地向二起 那當時他也是非常肯定我們新北市的作為 那一路再下來 這兩個月的Omicron 這個這麼嚴重 他不要扯新北市的後腿 就奧彌陀佛了 你看中央CTC 幾乎就是在用打仗的心態 用對立的心態 包括居家照顧 也是雙北最先提出來的 包括這個快篩羊就是確診 也是最早提出來 都被中央CTC打臉 打臉的目的就是拖 拖到最後面 他沒有出來做同樣的東西 那他只要講一句話 專家選擇討論 我真不知道這些專家選擇是誰 所以我覺得對雙北來講是不公平的 尤其對新北來講 蔡英文總統號稱他是新北的這個市民 但是他對新北市這樣的作為 我覺得他在縱容這個 縱容的深思中 把這個防疫當作選舉的那個手段 跟選舉的這種籌碼在操作 沒辦法讀稿機也只能請發也能回答 他如果沒有搞 他沒有做那個如果沒有談餐的話 他不會講話 這個人沒有同理心 你想想看 這兩歲的小朋友因為等不到119 等不到防疫計程車 當時的規定是一定要119 或是防疫計程車才能夠到醫院去看城 因為這樣犧牲的生命 中央馬上就畫風一轉 這個看風向不對呢 馬上就變成是說可以自行前往 那他所謂的滾動式調整 基本上我認為滾動式調整就是沒有不好準備 看風向做事 風決定術的方向 媒體決定呢 這個政府施政的方向 民怨決定呢 這個陳時中開放的這個心態 或者是閉鎖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這很不應該 他說叫發言人來回應 表示他很不屑 記者第四權代表我們 我們碰不到總統 記者在這個場合上面 問你總統 你既然這樣子 你看以前馬英九 或是立憲的總統 包括阿別總統 當他被堵麥的時候 他最起碼停下來回應兩句 或者是你要講說 由那個發言人體系回應也可以 你總是要停下腳步來面對鏡頭 你這樣子才有同理心 我真的我覺得這些高官們 真的要同理心來看看 現在在貼頭上面 還在排隊PCR的這些民眾們 他既然說這個 先前侯友宜提出來說 快殺牙就是血疹 這個還要打他臉 說叫他去讀 叫他柯P去讀書 然後就是說侯友宜是亂講 尤其台灣現在最可惡的是什麼 不管民進黨的執政 或者是中央防治中心 或者是蔡英文總統 講了任何的話 就有一群的網軍 然後1450上來護航 而且不斷地在攻擊 雙北的市長 各位去想想看 我們新北京 44萬人染疫 侯友宜 就是牽手官員 他每天也是24個小時 我們所有的官員 這麼的認真 結果我們的總統 是這樣的態度 上行下效 因為總統是無所謂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專門防治中心的CDC的指揮官 那一副就是指高氣氧的樣子 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指揮官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防治中心的話 你應該要調度協調 好的政策就要採納 如果不能行 也要講清楚 那他現在永遠都是在穿小鞋 然後一副就是我說了算 這個每天坐在那邊 就念術士臉稍微 我覺得真的 新北市市民真的眼睛要擦亮 我們有這樣的 這個中央政府 有這樣的總統 新北市市民是不信的 中央有很多的調度 比如說前兩天 蔡英文總統上個禮拜 去找新北聯醫的醫生 說去請他們出來幫忙什麼 侯友宜在4月份 就已經找了這個 好像我記得要300多位吧 我們早就在做居家照顧 我們早就在做視訊問診 甚至於我們做視訊光盤 早就在做的事情 總統你現在跑來一個 這叫掛長安倍 中央集權又集權 真的這個防疫 我覺得風槍走板 所以你問我說 新北市能夠給我們什麼資源 我認為只要公平對待就好了 看看他對桃園的關愛 看看他對新竹的關愛 我認為他不敢來新北 我也覺得他來新北 他有相當大的恐懼 也許在路上被人家嗆聲 他們的反目投票 全部都是支持者 你看到左處右擁 這些人把蔡英文當神一樣 那這些人有沒有把我們的市民 當自己的老闆 防疫是不分藍綠的 如果說在新北市選出來的議員 新北市選出來的立委 只聽黨議 不關心民意 而且新北市市民這麼多人懶議 你們還要在那邊插枝抹粉 還要在那邊歌功頌德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應該 拜拜 拜拜 相關於旅程 上次會有什麼事 在這裏 你看到有什麼事 都會有很多事 也會看來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